帮人要帮心 要惜字俱足 不离辱心 你要想成功一件事情 你不能离开你的心啊 修心是不是要心啊 帮人是不是要心啊 你认真做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离不开你的真心啊 你没有真心 别人怎么会接受你的帮助啊 不用心做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能成功的 所以一切烦恼 聚来自于你的心 一切业障也聚来自于你的心 心有业了 障就来了 心有烦了 恼怒就来了 但是你的心本来是空气的 本来是空的 因为你本来是没有想法很多 是你因为不停的因果 然后如梦幻泡影般的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没有 在你的心中 你想不通了 你的心出不了三界啊 你还在五行当中啊 你怎么求菩萨呀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人与人要有平等心 你就用了这个心 对人要平等 对事物能够看透 就是平等心 我们不管对什么样的事物 只要你用平等心 用同情心 用感动的心 用慈悲心去帮助他 心心相应 他一定被你感动 所以佛为什么能够救度这么多的众生 他就是让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叫大道虚况 绝思绝虑 我们懂得不要去乱想啊 不要去想到底啊 不要去乱想啊 很多事情都是想出来的害怕 想出来的难受 想出来的烦恼啊 所以体会佛 跟我们没有什么不相同 只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 当你理解佛了 你不就是佛吗 所以佛在我们心中 那么既然佛在你的心中 佛就不会有贪嗔痴三毒啊 所以我们心中要远离贪嗔痴 离开一切善恶的妄想 我们要离开一切善恶的妄想 有什么善有什么恶的 一切不就是因果吗 行住坐卧 触目与缘 懂得我今天走路也好 坐下来也好 住在这个房子里也好 睡觉也好 都是佛性常存 都是佛性常存 所以心中平安 碰到什么事情都是接触到缘分 然后一切随缘 不去跟缘分去争去强去夺 佛你就是拥有妙法 所以佛之妙用 就是佛性在你心中的妙用 那是没有什么互相同的 都是一样